说起刘表,在熟悉三国历史的人们印象中,大致认为他是个庸碌无为的人。 胸无大智,能力一般,白白浪费了大好机会,坐等敌人打到门上来,结果忧愁而死。 在人们的印象中,韩复是汉末三国第一窝囊废,排在韩复后面的恐怕就应该是刘表了。 但其实不然,真实的刘表也是有两下子的,甚至可以说相当有两下子,因为他是个绝对有才能的人。 在后汉书中有云,刘表是汉景帝之子公王刘渝的后代。 其出身跟刘备很相似,他们虽然都姓刘,是刘邦的后裔,但那已是前朝的刘,而不是后汉的刘,已经沾不了多少光了。 但与刘备早年经历不同,刘表青年时就很有名气,名列八顾之一。 所谓固执的是能以德性引导别人,类似青年导师。 在后汉书中还有说,刘表还被列为八郡,八级之中。 这些名目都是汉末世人们,相互标榜的产物,刘表在其中出现频率最高。 另外,在《三国志》中记载,刘表个子有八尺多,也就是1.88米。 这说明他是个大高个儿,而且长得姿貌甚美。 刘表的老师是王灿的爷爷,汉莫名是王畅。 汉代官场讲出身,讲学术背景,也讲长相。 刘表是汉氏宗亲,名师之徒,又长得以表堂堂。 他把这几样都占权了,所以他的仕途一帆风顺。 刘表先是被大将军和晋昭去担任大将军院,相当于武装部队总司令部里的一名处长。 后来和晋派刘表担任北军中后。 汉代中央军分为南军和北军,南军常在外地征战,北军驻守在首都周边。 北军一般有武营,各营指挥官称校尉,是省军级的高级军官。 武营互不隶属,于是设了个北军中侯,负责联络,监管他们。 相当于北军联席会议参谋长,是个级别不高但十分显赫的职务。 和晋派刘表去抓军队,说明他特别信任刘表,也说明刘表有能力。 汉陵帝驾崩后发生了董卓之乱,关东联军讨董卓,刘表此时还在朝廷任职。 长沙郡太守孙坚打着讨伐董卓的名义,杀了荆州刺史王瑞。 朝廷派遣刘表,到荆州接替王瑞,但没给他一兵一卒,让他自己想办法。 这个时候天下已经大乱,朝廷的权威很弱。 刘表虽然揣着一纸任命诏书,但能不能站住脚很难说。 朝廷曾任命著名党人金上为衍州刺史,金上跑去上任,连州界还没有进就被曹操打跑了。 根据司马彪战略中的记载,当时江南一带到处闹民变。 袁树,孙坚又占据着荆州最北边的南洋郡。 吴郡仁苏代自称长沙郡太守,被与自称为华荣县长,都开始组兵作乱了。 荆州可以说是个不能再烂的烂摊子了。 刘表单人匹马先到了宜城,在此请来荆州的名氏凯良、凯月、蔡茂等人商议。 凯氏、蔡氏都是荆州大族。 幸运的是,凯家的重要人物凯月跟他是老乡时,刘表由此打开了局面。 凯月也曾在合进的大江军府任过职,跟刘表是同事。 因为这层关系,加上荆州本土派人士也想借助刘表的身份。 统一地方势力,稳定荆州,所以双方达成了共识。 在凯良、凯月等人密谋下,刘表出面宴请苏代, 被与等头面人物,一共请到了55个人。 这是一出标准的鸿门宴,刘表下令把他们全部斩杀, 然后兼并了他们的部众。 如果你还把刘表看成一介文人,或者文质彬彬的君子, 那就大错特错了。 他的手段有些像辽东强人攻孙度。 刘表占了荆州,当时还在南阳郡的袁术不甘心, 令孙坚攻打刘表。 孙坚相当能打,刘表不是对手, 被压制在襄阳城里。 但就在这时,孙坚突然死于非命, 刘表度过了危机。 道理觉,郭四把持长安朝廷的时候, 为拉刘表做外援, 就拜他为镇南将军, 荆州牧,封城武侯,贾洁。 刘表有了这些身份, 又娶了本地大族蔡茂的妹妹为妻。 在荆州的势力彻底巩固了, 很快统一了荆州七郡。 汉末是个大是大非的时代, 有忠臣也有逆贼, 在是非面前需要每个人都明确表态。 但刘表很聪明, 他的政治立场一般都比较含糊。 他既不反董卓, 也不反李爵, 郭四更不反天子。 表面看没问题, 但在当时举国声讨逆贼的形势下, 刘表的做法就有点机会主义嫌疑了。 曹操把汉县帝接到许县, 刘表赶紧派人到许县上表进贡。 紧接着北方形成两大集团, 袁绍、 曹操、 刘渝算一波, 公孙赞、 袁树、 陶谦算一波。 双方展开混战, 刘表继续玩暧昧。 先跟公孙赞结盟, 又积极联络袁绍, 结果倒也占了不少便宜。 别人打得一塌糊涂, 荆州继续快速发展。 其他英雄陆续被淘汰了, 北方只剩下曹操和袁绍。 有人劝刘表别跟袁绍走得太近, 他不听。 关渡之战时, 袁绍和曹操都派人来拉拢刘表。 刘表决定, 继续走以强路线, 坐山观虎斗。 刘表自以为这样最符合他的利益, 但岂不知这是短视的行为。 刘表手下的宽悦, 韩松, 刘仙等人都看出来了, 要么支持贾, 要么支持乙。 两边都不支持, 也都不反对, 那么两边也都不会念你的好。 众人劝刘表表明立场, 他们认为应旗帜鲜明地支持曹操。 刘表不听, 仍然谁都不支持, 由此也失去了一次战略机遇。 这一点刘表比孙策差得远, 孙策听说曹操跟袁绍大打出手, 激动坏了。 马上点齐人马, 要北上大干一场, 可是刘表没有这个意识。 关渡之战后刘被逃到荆州, 刘表后带之, 可是又不能用。 在《汉尽春秋》中记载, 曹操在关渡之战后, 发动了北征乌环之战。 刘备劝刘表趁机偷袭许线, 但刘表还是不听。 曹操从乌环回师, 刘表想了想, 觉得后悔了。 当时便对刘备说道, 我不听你的建议, 失去了这么好的机会。 刘备回复说, 现在天下分崩, 每天都在打仗。 机会失去了没关系, 因为他还会再来。 从中可以看出, 刘表与刘备认识问题的深度很不一样。 刘备在腥风血雨中, 一路走来, 知道什么是机会。 知道机会可遇不可求, 有了机会一定要抓住。 而刘表只想守城, 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, 心态越来越保守。 刘表是个能人, 但进取心有限, 只想当好荆州木, 守住荆州七郡。 这种想法在汉末的乱局中脱离了现实, 群雄逐鹿的局面下, 谁其实都无法置身局外。 刘表比韩复强些, 没有把权力拱手让给别人, 但他实在也强不到哪里。 不退让固然是对的, 但不进取, 也迟早是死路一条。 在刘表享受和平的十几年里, 曹操东征西讨, 先后消灭了吕布, 袁树, 袁绍, 打跑了刘备, 征服了乌环, 南匈奴, 鲜卑, 辽东的公孙氏, 黑山君张燕, 以及梁州的马腾, 韩岁等都表示臣服。 这些不是凭空来的, 是靠一仗一仗打出来的。 刘表在这方面基本上没什么建树, 在公元208年, 也就是建安13年, 完成北方统一的曹操帅大军南下荆州, 刘表这时才看出了跟对手的巨大差距。 连过招的勇气都没有了, 在曹军即将兵临城下时, 刘表得病而死。 客观地说, 刘表统治荆州是有业绩的, 他尤其善于地方治理, 他来之前荆州四方震害, 寇贼香山, 处处迷废。 他到了以后, 荆州很快万里肃清, 鲁肃曾评价荆州, 卧也千里, 市民因父, 荆州百姓对刘表也大小贤悦而扶之。 可是, 刘表的治世之才能, 运用到乱世中就出了大的问题。 袁绍, 公孙赞, 袁树, 吕布等人, 虽然失败, 但他们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, 算是虽败犹荣吧。 韩复, 刘表以及之后的刘章, 失败的就多少有点窝囊。 他们的先天条件都不错, 没有输在起跑线上, 却输在了过于守城和平庸。 乱世中的竞争就像一场长跑比赛, 出发早的人并不意味着永远跑在前头。 竞争中, 大家都在拼命往前奔, 不前进意味着后退, 跑慢了也是后退。 相对于曹操, 孙权, 刘备这些玩命狂奔的人, 一路慢跑, 有时还走走停停的刘表, 只能被淘汰出局。 三国制评价刘表, 有威荣, 器官, 知名当事, 但好谋无绝。 后汉书评价刘表, 一长者, 但回黄一臂, 身腿夜丧。 后面这个评价, 意思就是, 放着大好机会, 却白白浪费了, 最终就由自取。